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知道一下您了解的中国画家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一个生存状态是什么 中国当代艺术它放了很多状态,就是会有非常好的,过得非常确华,确实的都有,但也过得非常艰难的也有,基本是这种,就是各个场面都有 因为它有两方面的,一个是双作方面的辉煌,就是辉煌方面又方两方面的,就是社会的艳口度,跟它对自己作品的一个艳口度 有些人已经夺到全世界,甚至是全社会和全世界的一个艳口,有些人还非常艰难,就是还没找到自己的风口,或者说已经画得很好 但是呢,那还没有夺到别人的艳口,这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从经济手术方面呢,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呢,就是有很多已经卖画,什么之类的,那个,那个,包括拍卖国方面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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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力非常好 但是也有些人甚至连释放都有问题,特别是一些年轻的艺术家,结果可能是两种状态 然后能跟我们谈谈就是您,您感觉这个宋庄现在这种,这个整个艺术氛围,然后它的发展趋势是怎么样 宋庄就是,原来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艺术基地,就是艺术松络 现在更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中国艺术家松络有很多,显格过地的很多 但是最主要的是在北京,就集中在北京,但是北京最大的就是宋庄 但是原来宋庄,北京有十几个,差不多将近二十个艺术松络 现在其他的松络都全部错掉了,因为国家的一个指导方向的问题 跟那个别的一些经济操作的一个因素嘛,所以简大副方言 包括首长地,北稿,南稿,所有黄铁等等,很多艺术松络全部被拆除 只有上下宋庄,所以大家都有得宋庄来,宋庄就写得非常更加重要,也更加庞大 就是紧艺术家就有四千多元一些,现在估计更多,有五六千元估计是这样 这是从一个,就是从那个艺术家的一个队伍来说是非常壮大的一个 从双作的状态也更完善,而且他这某种状态可能是担负了中国当代意识发展的一种可能性 跟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和高度,应该都在中了 那下面呢,能不能就是简单的就您的一些创作的风格呀,或者您的这个创作的来源,题材什么的 给我们简单的做一些介绍 我的创作主要是,还在表现主义这个范巢里面,但因为我的努力方向呢就是 我希望是化成中国的当代艺术,当代艺术一直是西方的概念,但是呢 现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对社会的影响力,包括他内心的神述 跟那个对艺术的一个执着,跟那个研究的深度,让我们有信心 并且有一个这样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找到中国的真正的当代艺术 并且呢,这个当代中国的,比如说我的创作是加上油画的 那么加上油画的这一块呢,我希望是有自己的独立的中国的品格 但是这个品格的面目是能够跟西方那些所有伟大的艺术家 是有一个共同的高度的品质吧,就是我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也有一个自我的一个艳口跟那种自信嘛,应该基本是这种方向 刚才您也提到了说您对于艺术一直怀有一份这个敬仰 或者是说说尊崇,能就这方面简单的说几句吧 因为每个研,特别是作为艺术家这个行业 它基本上是为理想来建立的,它跟研究的共鸣利路可能也有关系 但主要不是那种,主要还是跟内心的你的灵魂啊,跟你的理想 跟你的思维方式,或者一个研究的态度有关系 那么从作为艺术家的这个角度,特别是以我过瘾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因为这是我谢谢生命中,因为是最重要的一个主持人 就是用一句那个可能并不属于夸张的话 听起来也许有点夸张,但其实并不夸张的话 就是说我可能是因为艺术来活着的 我的生命也会因为拥有艺术而经常 基本是这种状态 下面这个问题呢,不是它那个问题里面 但是我也在想就是说您对于现在的这个今后 这个中国艺术,现代艺术的发展的一个期望 或者您的努力方向,咱们谈了一部分 对对对,中国当代艺术就是一直 我刚才也列为提过了,就是一直在西方的思想体系 跟创作体系下,基本是属于西方那个创作的影子 就是没有自己的一个骄傲的部分 一个独立的高大的,伟岸的部分 但是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状态它又不一样了 由于大型的年轻的艺术家 或者是比较成熟的,比较苹果高尚的老一辈的艺术家 都意识了这个问题,并且都在做努力 当然中国艺术的发展的将来的一种可能性 不是说我们想怎么样,而是说岩寺的一个规律 它发展的某个状态,它避养会呈现一种状态 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现状,我相信是一个世界一种轨迹 避养的一种偶扬,也是避养的一种状态 会出现了一整批年轻的,特别是一些年轻的艺术家 志同道伙的,他在做自己的努力 就是想成就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想成就世界当代艺术 或者当代艺术或者当代文化的一个主场播放 一个精彩播放,基本是这样 就是我过瘾,也在做这些方面努力 行,我觉得这就够了,足够了 好,谢谢